冰箱尺寸一般是多少 冰箱的种类有很多 尺寸通常为深、尘、宽、尘高 不同类型尺寸不同 迷你型冰箱尺寸一般为 270毫米乘350毫米乘450毫米 总容量在30升左右 单门冰箱尺寸一般为 500毫米乘470毫米乘840毫米 总容量在90升左右 对开门冰箱尺寸一般为 768毫米乘90毫米乘1790毫米 总容量在500升以上 双门式冰箱尺寸一般为 600毫米乘520毫米乘1440毫米 总容量在200升左右 三门冰箱尺寸一般为 768毫米乘90毫米乘1790毫米 总容量240升左右 四门冰箱尺寸一般为 640毫米乘790毫米乘1790毫米 总容量400升左右 冰箱是一种保持恒定低温的制冷设备 也是一种使食物或其他物品 保持恒定低温冷态的民用产品 在挑选冰箱时 最好根据厨房空间合理选择